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当地时间15号上午10时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左右 由中国海军五指山舰和茶干湖舰组成的 赴汤家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 海上运输编队 抵达汤家首都鲁库阿洛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军五指山舰 经过16个昼夜 5200多海里连续航行 五指山舰即将靠驳汤家鲁库阿洛法港 五纳码头 汤家王国官员和中国驻汤家使馆工作人员 专程来到码头迎接编队的到来 应汤家王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求 中国军队派遣海军舰艇 于1月31号从广州出发 起运第二批中国援助汤家物资 此批运送的救灾物资共积1400余吨 主要包括移动板房 拖拉机 发电机 水泵 净水器及应急食品 医疗防疫器材等物资 编队起航不久便遭遇大风浪 五指山舰横向摇摆超过10度 任务官兵保持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班 持续监测物资固定状态 储藏环境等参数 确保运送物资安全 航渡期间 编队开展了三次全员核酸检测 每天进行健康监测 定期进行全舰消杀 并组织卫生防疫授客和穿脱防护服 实操培训 确保任务人员和装载物资 疫情防控零风险 根据靠拨码头情况变化 编队不断修订完善物资卸载方案 成立调度指挥 搬运解雇 舱面吊庄等13个任务组 明确职责分工和协同计划安排 开展指挥协同推演和岗位职守训练 为高效安全完成物资卸载 打下坚实基础 编队是除夕启航 元宵节抵达 万家团圆时 官兵战风斗浪 团结协作 克服重重困难 始终以昂扬的金窗状态 投入到任务中 同时大家也过了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农历新年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发扬连续奋战 严谨气实的作风 完成好物资卸载和交付的任务 帮助汤家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在此之前 中国空军两架U20飞机 组成的空中运输编队 已于1月28号 将救灾物资运抵汤家 有点好物资运抵汤家 好